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剪一个 小女孩天生能用老电波控制鲨鱼 谁要是欺负她,她就能带着鲨鱼军团团灭对方 最后成为鲨鱼公主统治海底鲨鱼的故事 话说在未来世界,地球上98%的陆地都已经被海水给淹没 幸存下来的人只能生活在海面 有钱的人生活在船上,没钱的都只能生活在木板上 在这个年代,谁要是掌握了淡水资源就相当于垄断的一切财富 黑心哥凭着自己的淡水技术逼迫小村庄的人每天上交贡品 而且村民还被抓撞钉 不管如此呀,黑心哥还有一套控制鲨鱼的电磁装备 只要哪里小弟们不听话,他就用电磁手套召唤鲨鱼群 让这些反抗者不敢叫嚣 所以没人敢和黑心哥作对 女主小漂亮也生活在这片海域 他很不满黑心哥的残暴统治 为了这一对黑人母子,结果自己被黑心哥的手下给抓走了 其他人想要反抗,结果一个一个都被当场为了想杀杀 没有被鲨鱼吃掉的,就被黑心哥抓走做苦力 毕竟在这海域上想逃都没地方逃 男主帅一帅,眼看着女儿被抓走,想着去偷偷营救 而且他还搞了馊自制的禽水艇 本来想着黑手到禽来 结果一出手,就被黑心哥的鲨鱼给怼了回去 黑心哥早就部署了鲨鱼防御系统 只要有敌人过来,马上就会成为鲨鱼的攻击对象 鲨鱼一般都是咬人,这些小沙沙居然是用肚皮撞 还别说,刷刷的小潜艇真的就被撞出了问题 还好是跑得快,不然也送了外卖 海面上,黑心哥正在准备把抓来的俘虏喂鲨鱼 俘虏只要放到圈圈上,黑心哥一挥手 马上就会被鲨鱼给吃掉 可轮到小漂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鲨鱼竟然根本就不感动小漂亮 这下黑心哥有点懵缺了 他觉得一定是什么东西在干扰自己控制鲨鱼的系统 盘问了半天也没搞清楚什么个情况 帅帅在逃跑之后就在寻思着找帮手 他找到了一个可以长期憋气的激发妹 还能知道是那摊子气的小黑哥 当然,顺便把九八老板娘都叫上了 就这样,竟然一拍集合准备发起行动 帅帅和黑心哥对话,用抢到的物资换回小漂亮 结果黑心哥发现换回来的居然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下可是惹怒了黑心哥 一不做二不休,就要灭了帅帅的反叛军 还放出绑着炸弹的鲨鱼 刷刷好不容易搞到船直接被炸了 这步完了之后,黑心哥他们想搞清楚 为什么小漂亮可以控制鲨鱼 他们将一个无辜的大妈扔到海里 然后逼着小漂亮动一脑电波 救大妈,很快鲨鱼就从鲨鱼窝里出来了 老大妈告诉小漂亮 小漂亮脑第一道年留给他的那个球球 这是控制鲨鱼的魔法球 有了鲨鱼球球的庇护 只要用意念就能控制水里的鲨鱼 趁着黑心哥在测试小漂亮 刷刷赶紧带着自己的小伙伴们 在黑心哥的城堡附近用声纳勘测 很快就摸清楚了黑心哥的所有防御装备 他们发现防御系统中有一个鲨鱼出入的门 这个地方只要打开就能进入里面 于是能够长时间憋气的金发妹 跳到了海水里 小沙沙们哪里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 都是劈颠劈颠的跟着小漂亮跑 另一边小帅帅则通过鲨鱼门 成功进入了黑心哥的城堡 小漂亮听到大妈的话之后 决定试试自己控制鲨鱼的能力 还别说只要他的手放在水里 水里的鲨鱼就有了反应 旁边几个俘虏在黑心哥的操纵下 就要被鲨鱼吃掉了 可黑心哥悲剧的发现 鲨鱼们这样开始敌我不分 一只只小沙沙都飞起来咬自己的手下 黑心哥一时就摸不着头脑了 索性将小漂亮给掉到海里 想要淹死他 刚好小漂亮被潜水进来的帅帅所救 黑心哥想和帅帅搏斗 大家一枪热血掉到海里就要咳皮了 随着更多的人来营救 俘虏们都被解解了出来 眼看着没办法了 白毛叔只能想办法 抢回鲨鱼的控制权 开始和小漂亮比试 谁才是鲨鱼真正的控制者 小漂亮躲在水里 用脑钉波控制鲨鱼 鲨鱼掉头就去攻击白毛叔 白毛叔抓抓手指 鲨鱼又掉头去攻击小漂亮 两人一时玩开了 可谁也不能搞死谁 要说最悲剧的就是这些小沙沙们呢 被两人玩得在水里转圈圈 完全不知道怎么搞 由于沙沙老子短路 头上被黑星哥植物的感应器 也失去控制能力 最终用生物电波控制杀杀的小漂亮 迎得了胜利 而用机器控制的白毛叔 最终多行不易 避子避成了鲨鱼们的河饭 完了之后 帅帅和小漂亮 解决了所有被抓的俘虏 而且将淡水的生产技术 分享给了每一个部落 土著人也将小漂亮 奉为鲨鱼公主 还送给了他一块木筏 只要用这个木筏 小漂亮就能 所谓的控制 海底成千上万的鲨鱼群 相当于掌握了海上的生死大权 只是这控制的方式 有点奇葩 一部世界观 非常奇特的科幻定 连这种小成本的烂片 都能如此用心的 写剧本和做道具 还真的是可以值得一看的 每天不小定 欢迎大家关注西瓜看定 本次作品栏言 科幻定 鲨鱼帝国